三位 西上情婶 皂白娃娃英 富裕女王藝麟詹子晴 這次是台南市口才協會邀請 十八二月為台南文化中心 萬興協調與民眾分享她的創業之路 港洲來擁有 拿到一位藝麟 跟主星創業的慶祝 當時 以鼓勵大家要用意表現 從此讓她主星的行動爲竟 鼓勵現場的民眾 看到网路上一些留言 或说她好喜欢丫头 开始我有很多的自信心 是来自于这 我发现原来我也是值得被爱的 也是有很多人愿意爱我的 我才开始越来越喜欢自己 才开始把自己的缺点 我觉得我的生意是缺点 慢慢的去喜欢她 变成我的优点 贴婷里选择蔡正伟飙夕 既处邀请父业女王詹子晴来演讲 这是希望好民众在后疫情时代 可以鼓起灵魂 贴心祖墨吉林 这场公益讲座 是由副业女王丫头詹子晴小姐 来为我们讲述 关于创业斜杠 还有副业经营的一些心态 以及她的一些妹妹格格 那也希望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场讲座 在后疫情时代 能够让每一个人 他的技能能够提升 那等到疫情过去之后 就可以借由这些技能 让我们有机会 先蹲后跳再起碑 口才协会跟很多慈善团体 包括旺权这边 我们一起的合作跟推动 公益的园游会 尤其是口才协会邀请来了 这个斜杠女王 这个副业女王 教我们怎么样去脑筋思考一下 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 可以这个随时可以转弯直走 这个随便都可以生存 也可以创造更好更好的希望跟契机 这种由台南市口才协会 跟以原创传合作旧版的 斜杠创业工艺园游会 外团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 治愈学会 环与国座文化教育经营会 创意应务设计辅合工程 山沿开发予含公司 台南市新宿主宣教育协会 顶担委共同参戶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外团的旧版 好教各个人来关怀就行 台南市门将设为彩虹布德